我还是吃鸡的 刚才其实很像点个鸡取鸡 你很烦你 我要一个 吃辣吗 吃 要不要择儿跟着鸡 要要要 鸡怎么卖的 鸡腿的话是35块钱一斤 这个鸡的话是30块钱一斤 这个是加哪的 这个也是和在一起的 或者要吃的话也可以平加一点 加给钱吗 不用给钱 比我开的摊实惠 什么好钱一口 这个是9个钱 2个好钱 这个东西我在网上刷到过好几次 就一直特别想吃 今天来了我才发现 它真的怎么那么大 巨大一个 你看它这个好透啊 里面的那个菜都看得到 你吃了 我吃了 我真吃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这儿刚好香 它里面的菜好爽脆 非常清爽的黄瓜丝 豆芽 让它里面混着那个很香很香的花生 非常清爽的糖醋麻辣味 它里面还有萝卜干 嚼起来非常的爽脆 外面这个皮很有弹性 它很薄 跟里面的馅儿比起来 它存在感其实没有那么强 然后我建议各位喜欢吃 这儿根的朋友们 一定要夹 这儿根太好吃了 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芝麻酱的 是不是 还有 我就是感觉它那个汁特别的浓 吃起来就特别的好吃 我喜欢这个 重点来了 不咸 小芭物 它这种是白沙子味道的 一般是吃原味 烧死鸡那种吗 对 它那个鸡的颜色好安逸 我今天就手在他们这吃了 东西还挺多的 它这个鸡的颜色真的很好 老板说里面放了有那个黄芝籽 它里面就是也有党参 当归啊这些比较滋补的 这个应该是党参 你们看到它表面上这个油没有 真的看起来很多 这个鸡感觉好爽呀 它肉很紧实 然后非常入味 就是说它会在汤汁里面泡三个小时 然后还有一些当归 就感觉这个东西很滋补 哇 这鸡皮爽 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老板会帮你手撕好的 所以大小啊什么的都挺随机 我选这样皮加肉一起吃 哇 它皮是脆的好香啊 它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非常好吃味 它有那种中药的味道 它更香浓 肉质更紧实 它皮真的好好吃 你看这只鸡 就是那种很健壮的鸡 好吃的这个 下一个 Blue Jar 我要卤肉 加骨蛋 加牛肚 我点菜的那种程度 是属于给老板找难题的程度 应该没有那想过想骨香 老板一直在说 可能又要卷不进去了 藕断丝连 我吃到牛肚了 好香 它那个酱料特别的香 就是酱香加辣椒 非常的重口味 然后还有那个母香 哇 这个鸡蛋黄在里面好香啊 这味道太好吃了 中午吃这个 又顶薄又满足 它这个皮很薄 但一点点韧性 就你会感觉 它这个皮是有弹性的 我觉得香菜特别好吃 有没有不吃香菜啊 小朋友们 这个香菜在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觉得这个鸡肉卷里面的 哦 特别的妙 很好吃 它切成条的 今天好久没有在路边院上拍了 旁边就有很多人围观了 今天属于是射牛出该了 这个鸡肉卷 今天大家一定要加鸡蛋 鸡蛋里面碎了之后 它包在里面真的特别好吃 嗯 拉丝了 看到没有 唯一有点不满足 就是它不能堂食 三样都很好吃 完全不采味 如果你们在附近 一定要来尝一下 OK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一定要给我转发评论点赞喽 拜拜